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图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走势呢仍然是一个震荡上扬的走势 那么目前呢我们夹带了两条趋势线的中间 大家可以看到趋势线中间的间隔呢是越来越窄的 那么在今天盘中的话呢我就给出了结论了 就说今天涨的有点太多了 明天恐怕会出现货率回吐的迹象 那么突破上去的话呢就是看到1500点 如果周五的飞动数据不好 那么跌破1380就到了1350这个最下沿那个支撑位置 那么上沿的阻力呢是在1427左右 那么突破上去的话呢 这个上一个波段的高点呢就是1500左右 那么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呢我们知道我们只有4个交易日的时间 那么周五的话呢由于美国股市极假日的原因我们修盘 但是呢周五早上呢会有一个重量级的经济数据 会发布出来就是飞农数据 那么可以说这个飞农数据呢 对股市的方向发生了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助长或者是助低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结合我盘中的这个点位呢来继续关注 看看周二周三周四整整体的指数呢 会不会在一个展幅震荡走势向阳 而且呢我们VIP当中我们会有大庄的监控系统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周四的盘委呢 知道大庄对星期五的数据是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那么在本那么在3月30号呢 我们中文投资网在休斯顿成功的举行了一场想型讲座 沃尔老师和我呢受到了会员的热烈的热情的招待 那么也同时呢可以看出大家对我们中文投资网的支持 与鼓励 那么在讲座当中呢我十分的强调让大家去学习技术分析 因为我认为啊这个技术分析对大家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无论可以说这个市场呢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那么有的人跟我说大盘已经涨了这么高了 他们不敢进场 那么通过技术分析你可以找出一些很优良的股票 那么同样在休斯顿讲座当中呢我给大家推荐 讲解了两只两只股票 那么我也给大家同技术分析上详细的分析了这两只股票的走势节奏 是怎么怎么样的 那么可以说关注这两只股票的人呢在今天的盘起 早盘的时候呢只要你逢低路场 那么今天收盘的时候呢都会收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 那么可以说其中的一只股票呢 可以说是在本周呢会大领大盘呢继续的向上攻 那么整体走势呢依然是上涨的 所以说可以说股市呢对于懂得技术分析的投资者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ATM你可以把它钱从ATM地里取走 那么不懂技术分析的人呢可以说你就会成为一个存钱的那一位 那么好那么我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课后呢去学习一些技术分析 那么我们也将要在休斯顿下个月呢会举办一场技术分析的课 那么也请关注我们的中文投资网 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剧情华尔街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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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